设好关联我们才可以做什么的计算 就是真实的销售计算 如果我们现在 我想 我在以色谣里面 我想要去计算退货 退货 这些退货 所占的比例 或者是退货的金额 或者是这张资料表 它要辨识出 这一个订单是不是退货 请问你 你要怎么做 是不是用垂直查询的方式 你问一下 我觉得还是要接受一下 事实的挑战 真相的一个说明 真相只会越变越清楚 请问在座会使用 Vlookup 以色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垂直查询的 韩式叫Vlookup 请问会使用Vlookup 韩式的学长 麻烦请举一下手 太好了 至少大部分都会 那不会的 也没关系 因为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没有这个韩式 我是说真的 他不用垂直查询了 他不用垂直查询了 因为当你今天设好关联的时候 他就已经帮你建立好了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可是我刚刚看到 大概是我上 我记得去年 我在教大数据分析进阶的时候 真的翻上连Vlookup 会的人都不多 真的 我是说真的 可是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希望说 这张资料表 我不知道哪一笔是退回的订单 对不对 我想要知道 我是不是要进行个查询比对 我们在Essal里面都是Vlookup 那我们这边 不是在教Essal 我们是在教Power BI 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去标注 例如说 这一笔订单 如果它在 它在退货的订单ID里面 有被标注 它就是退回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请问你 我是不是要每一笔记录 我都要重新计算 所以请问你 我是要算 我是不是要比对 这个订单ID 比对完再比对 这个订单ID 到底在这里面 到底在这里面 有没有 有我就标 是 没有 我就标 那个 for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件事要怎么做 首先你要知道 请问 我们应该是要 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请问我要比对 是每一个资料都要比对 而且比对完的结果 是不是要放在最右边 可以哦 所以请问 是不是新增资料行 一整行的资料 所以不要选错了 你只要一选错 后面就会有错误 所以首页底下 新增资料行 然后请把这资料行 我们就直接写 退货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使用的函式 叫做related 请党 R1 请党 R1 各位 关联 关联是不是叫 relation 他就是用前面这个 相关 R1 L A T E D 请问一下 为什么用过去式 请问 ED结尾 是不是过去式 为什么用过去式 我们一定要先建立好 关联 你才能使用 可以哦 所以记住 他是用这个 R1 L A T EB 然后接下来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在 定单这张资料表 他关联到 另外一张资料表 对不对 所以 他只能呈现 另外一张资料表 里面只有两个栏位 可以吗 我不相信你会选错 那 你一定会好奇问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 就是 他只会比对 那个订单ID呢 这个可能有同学 要 就是 我不知道啦 你们以前 你们以前在学一件事情 比如说Vlooker 你们 我不知道会不会去 追根究底的询问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资料表 这个是 这两个是栏位 这边我们当时要选 退货 订单ID 可是 你要知道说 像Vlooker 它是不是有一个 对象查询 我这边好像没有告诉 它对象查询 其实有 在这里面 就是 我刚刚是不是 在关联那边 是不是已经设了一个 订单ID 对应到订单ID 我这边要去查的 是不是叫订单ID 它就会帮我 比对回去 去查 另外一边的订单ID 可以知道 我现在在说 什么事情吗 因为有很多同学 听不太懂 Vlooker 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 查询值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一个 table array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要显示 这个table里面的 第N栏 第N栏的值 然后接下来就是 真 或者是否 这个查询值 我想各位应该很容易去了解 我今天 我就是要去查 是有一个 我这边是不是要去查一个明确的一个对象 这边 这没问题吗 这在以上里面 我想应该很容易理解 可是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参数好少 少到 我觉得大家都不太可能会选错 因为这三个 你会选哪一个 一定是订单ID 所以请你们记住 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关联这边 我们已经有指定 什么对什么建立关联 所以一定是设定相关的那一个项目 好 然后接下来 tab键 右刮壶 enter 你去看 这边 这边它是不是 就会出现这个 退货 有看到吗 退货的那个 ID 退货的ID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出现这个退货ID 我们就不要计算 来 请你们动手 先去新增资料行 建立 建立一个计算 计算 我的订单 然后标注它到底是不是退货